各位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的2月24號 俄乌戰爭到今天已經打了一年了 去年這個時候,普京還是流的很 聲稱要六個小時拿下基輔,一個星期搞定烏克蘭 結果現在過了一年了,俄軍損兵折將 佔領的地方還逐步的要退出來 普京的臉現在已經腫了很多了,天天被打不腫 那是不可能的,現在他還不認輸 全天國情之文當中他還說 俄國永遠不能失敗,不會失敗,也就是說要幹到底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他這場仗肯定打不贏 那為什麼他還要堅持要打呢? 因為他還有一個指望,就是中共會幫助他 習近平會幫助他,中共會抗美援俄 73年之前中共是搞過抗美援朝 當年是朝鮮的金日成大舉入侵韓國 那麼美國和聯合國就派出軍隊去幫助韓國 反擊了金日成,打得金日成抱頭鼠竄 眼看金日成就要被打垮了 那個時候中共突然就出兵朝鮮,就挽救了金家王朝 這就是所謂的抗美援朝啊 現在普京最大的盼望就是歷史重演 就是習近平也來一場抗美援俄 最好是公開出兵到烏克蘭跟普京並肩作戰 或者是要嘛退一步支援武器彈藥也行 過去這一年還真是有一點歷史重演的感覺 像普京他就是在重演金日成的歷史 他在入侵烏克蘭之前是跑到北京跟習近平去商量了 兩個人宣稱要合作無上限,要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兩個人商量好之後他才敢悍然發動侵略戰爭 當年金日成也是這麼搞的,他也是跑到北京跟毛澤東商量 毛澤東最後點頭同意了,在背後支持他了 他才敢搞那麼大的動作 過去一年習近平也重演了一部分毛澤東的戲碼 毛澤東當年他是有個小算盤的 他是想金日成拿下了韓國之後,他就可以順勢去進攻台灣 習近平過去也有這種小算盤 普京打烏克蘭,他認為美歐一定會調集重兵去防守歐洲 那個時候東亞空虛,他就可以趁機武統台灣 首到勤來,哪裡知道烏克蘭和當年的韓國一樣頑強的抵抗 美國和西方也跟當年援助韓國一樣大力的援助烏克蘭 而且在援助的同時,他們都還能夠腾出手來防範中共 當年韓戰爆發之後 美國馬上就派第七艦隊開到台灣海峽 一下子就斷了毛澤東的練想,他想趁火打劫搞不成了 去年俄烏戰爭開始的時候,美國也是很快 應當是在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對外公佈 說現在雖然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 但是全世界最大的危險還是中共 所以說美國馬上又調集重兵,加強了第一島鏈的防守 讓習近平在台海無機可蹭 那事情發展到今天,大家都在看著,全世界都在關注 習近平敢不敢把毛澤東當年的戲碼演到底 毛澤東當年抗美元潮,你現在敢不敢抗美元額? 習近平在內心裡面肯定是想這麼幹的 但是不是想幹就敢幹 因為跟美國直接搞軍事對抗,那是一場好賭啊 賭輸了,不僅僅政權要垮台,那他小命也會不保 那是需要膽量的,看習近平有沒有這個膽量 而且即使是他有膽量敢幹,但是他還必須得能幹 必須他還有這個能力,他現在的這個能力是相當的欠缺的 攘外必先安慰,想抗美元額,你必須先搞定國內的局勢 而中共現在的內部的這個處境 那比外部的局勢還要兇險一百倍 前些天拜登就說,習近平現在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 困難到什麼程度呢?他說全世界沒有一個領導人 在這個時候願意跟習近平交換位置 意思也就是說,習近平現在面臨的危險 比全世界任何獨裁者都要大,比普京都還要大 可能他比普京下台更快,比普京更早完完 拜登憑什麼這麼說呢?在說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要感謝贊助這期節目的Surfshark VPN 它是全世界頂級的VPN,我幾年之前就已經開始用了 主要是用它增加上網的安全性 避免手機或者電腦被定位或者是被入侵 有時候也用它來解鎖Netflix的影片和體育比賽 訂閱了之後還能夠在多台設備上面同時使用 而且每個月只需要花費一杯咖啡的錢就可以享有了 所以向大家推薦,請大家點擊視頻下方資訊欄 以及置頂留言的這個鏈接或者是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LYP Tube就能夠獲得1.7折的優惠 訂購兩年還加送三個月 30天內不滿意的還保證退費 大家都去試一試Surfshark VPN 好,那我們言歸正傳,拜登他可不是在信口開活 過去這幾年美國已經把中共當成最主要的敵人了 美國十幾家情報機構開主馬力在收集和中共相關的情報 拜登他的這個情報來源比全世界任何人都多 他手下還有那麼多的機構,那麼多的智庫幫他提供系統的分析 所以他對習近平政權的了解比任何人都要全面都要透徹 在這個基礎上他才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拜登說了這個結論,但是他沒有說論據 那我現在來說一說這個論據 目前習近平所遭遇的困難可以歸納為三不主義 就是對習近平政權的不滿、不幸和不怕 三不主義現在已經是遍及全國了 各地區各階層都有,既瀰漫在民間也存在於官場 這種三不主義只要任何一個單獨出現就已經很可怕了 那現在是一起出現,那就更加可怕 對任何政權都會形成致命的威脅 那我先來說一說不滿 首先是這個防疫政策引起了不滿 三年野蠻的封控造成了大家生活上極度困難 導致很多的企業破產,很多店鋪灌門 很多的工人失業讓大家不滿 接著又是躺平式的開放,一時間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擠兌 導致了短期內幾百萬甚至是有上千萬人的死亡 其中多數還是老年人,很多人失去了父母 也就是說習近平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這個防疫政策 既是奪人錢財又是殺人父母 那大家能不恨他嗎?能不恨這個政權嗎? 另外,習近平搞獨裁還引起了體制內的仇恨 政治權力的這個柄就那麼大 你一個人分到的份額多了,其他人份額就會減少 大家就會不滿,現在習近平是想一個人獨佔 讓其他人一點都分不到,那這個仇恨就是不共戴天 所以說習近平搞獨裁,除了他的馬仔之江新軍之外 其他的中共高層都是把他恨得要死 這幫人過去雖然恨他,但是還一直忍著 因為習近平過去採取的是這個溫水煮青蛙的策略 就是漸進式的削弱對手,每年搞反腐打掉幾個政敵 每年砍斷他們幾條金脈 過去大家覺得他可恨,但是還沒有那種恨到想跟他拼命的程度 那去年的二十大,習近平他是把其他派系全部趕出政治局 這就等於是把水溫加到了很燙的溫度,90度了 大家疼得哇哇亂叫 那今年的兩會他還要更進一步 把其他派系的人全部趕出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體系 這就等於是把水溫加到100度,要讓他沸騰起來 青蛙如果是再不跳出來,那就得燙死了 所以對中共高層其他派系來說 今年的兩會是他們掌握自己命運的最後的機會 是他們最後的鬥爭,沒有選擇了 更嚴重的不滿是經濟危機引起的廣泛的不滿 前些天武漢有幾萬個老年人上街抗議,反對所謂的 醫療保險體系的改革,這個改革的結果 就是以前每個人每個月醫保賬號上面有280多塊錢 改革了之後就只有80多塊了 那武漢人很多都是急性子,馬上就不幹了 2月8號就上街抗議,後來問題沒解決,15號再一次上街 15號大連也同時有幾萬老年人上街 因為這次抗議是以老年人為主 所以大家叫他白髮運動,這個運動現在才剛剛開始 今後還會逐步擴大,其他城市的人動作慢一點 脾氣好一點,但是也會忍不住,也會陸續的跟進 因為各地老年人所遭遇的情況都差不多的 而且面對這次抗議,習近平是進退兩難 進就是鎮壓,這個對他來說很難 因為他要想鎮壓這些老年人,就有可能激起全國的怒火 這個後果他也是很害怕的 那麼退就是讓步,也很困難 因為去年年輕人發起這個白紙運動的時候 習近平還可以讓步,你們不是這個年輕人反對封控嗎? 那我退一步,答應你們解封,這就等於是釜底抽薪 而那些年輕人又沒有什麼鬥爭的經驗 不知道你讓了一步,我順勢再進一步 順勢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你釜底抽薪,我就不斷加碼 你退一步,我就再進一步 提出這麼連環的訴求之後 這個運動就可以持續下去了,就可以逐步擴大了 這個策略我今後再跟大家詳細的講 這裡就不展開了,回到剛才的話題就是這個白髮運動 習近平很難讓步,因為要答應老年人的這些訴求 那是要拿真金白銀出來的,每個月要拿好幾百億 而習近平現在缺的就是錢 他之所以要搞這個所謂醫保改革 就是因為沒錢了嘛,錢已經被他敗光了嘛 整體的經濟已經被他折騰垮了 他也找不到錢來補這樣的大的一個漏洞了 他沒辦法讓步,而且整體經濟下行現在還在繼續之中 所以習近平還得繼續在蚊子腿上刮肉 用其他的方法搶老百姓的錢 所以他還會激發更大範圍的不滿 還會引起更多的抗議,現在失業工人在抗議 解雇的這個大白在抗議,沒領到工資的 這個教師和公務員也在抗議,爛尾樓的業主也在抗議 還有這個房產降價的這個房奴現在也在抗議 這麼多的抗議都是由整體經濟下滑所引起的 這都是習近平沒辦法解決的,所以今後問題還會越來越多 除了對這個政權的不滿,大家還有一個情緒 還有一個主義叫做不幸主義 過去70多年中共這個宣傳機器那是運作非常的順暢 真的能把稻草說成黃金,能夠顛倒黑白,能夠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十八般騙數以上,他即使是幹了很大的壞事 像什麼文革,像什麼三連大饑荒啊 但是最後總能夠化解大部分人的不滿 就是靠著這個宣傳機器 但是從去年開始,宣傳機器似乎是失靈了 過去一年發生了幾個大的公共事件 中共在應對的時候,那當然也都是謊話連篇 但是這次謊話是漏洞百出,不僅沒騙了人 而且還讓很多的人激勵一下,就清醒過來了 比如說徐州鐵鏈女事件,唐山燒烤事件 還有胡新宇失蹤事件 我是持續觀察了這幾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國內各大網站的評論區的反應 發現不相信中共說辭的人,這次是佔到了絕大多數 以前不相信中共的人有 但是很少是少數派 但是現在少數已經變成了多數了 現在中共已經完全掉進了塔西陀陷阱了 他們說假話大家不信 甚至是偶爾說幾句真話也會被懷疑 落入了這個陷阱裡面,那就失去了化解不滿的能力 反而會增加大家的不滿,達到火上澆油的效果 那除了這個不滿和不幸,還有一種情緒在蔓延,就是不怕 老百姓和官員對習近平政權的恐懼是越來越小 對於獨裁者來講,這是最要命的一種態度 十六世紀的時候,意大利有一個思想家叫馬基亞維里 他寫了一本書叫《君主論》 後來被全世界的獨裁者都是奉為經典 他就有一個觀點,說君主不被老百姓愛戴 不要緊,但是一定要讓老百姓害怕 大家不愛你,你照樣可以維持統治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怕你了,那就會造反 那你的政權就要完蛋 所以他說君主必須向獅子能夠震懾百獸 而現在習近平他是已經震懾不住百獸了,震懾不住中國人了 過去這幾個月,群體抗議事件緊噴式的爆發 就說明大家越來越不怕了 比如說規模比較大的幾次抗議 先有白紙運動,後面有煙化運動,接著又是白髮運動 尤其是那個煙化運動,它本身是沒有表達什麼訴求的 這個運動就是老百姓在展示一種情緒 展示一種態度,就是他們在告訴當局 你不是想禁止煙花爆竹嗎?我偏偏就要放給你看 看你怎麼著 在大家的心目中,習近平不像一頭獅子 倒是越來越像一頭維尼熊,大家不怕他了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 但是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大家看到了習近平 他不敢強力鎮壓,不是說他完全不敢抓人 人他是肯定還要抓的,但是他不敢大規模的抓 不敢公開的抓,只敢偷偷摸摸的抓幾個 這些抗議活動的組織者,鼓動家 抓完了之後大家都不知道 那也就起不到殺一儆百的作用了嘛 而且有時候他還會向抗議者讓步 答應抗議者的一些訴求 比如說去年河南村鎮銀行的儲戶錢被坑了 就上街抗議,很快這些儲戶就得到了補償 每一個人都得到了補償 那後來這個白紙運動又抗議,要求解封 到了第三天習近平就選擇讓步,就真的解封了 那在民主國家,政府讓步,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那是尊重民意,但是專制國家不一樣 那專制國家的政府是不能夠讓步的 讓步就是示弱,示弱了就沒人怕你 不怕你了就會造你的反,讓步的越多 造反就越激烈 所以最近老百姓上街抗議 不僅僅是提出了要維護自己權力的訴求 還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習近平下台這樣的口號 這就表明了現在的三不主義 不滿不幸和不怕已經達到臨界點了 習近平政權已經滑到了懸崖的邊緣了 只要有人有勢力有組織,再去用力的推他一把 就可以讓他粉身碎骨了 再去一步 維護一組 因為カンタ 每個人提供